周潤發出戰人生首個半馬 以兩個半小時完成中銀港珠澳大橋半馬拉松 周潤發在星期日早上順利完成半馬 體力逼人 首屆港珠澳大橋香港段半馬拉松 在星期日時舉行 大約有8,000人參加 而現年68歲的周潤發 亦出戰人生首個半馬馬拉松 最終以2小時27分56秒的成績衝線 成績叫人 半馬全長21公里 發哥都可以輕鬆完成 他說每天都有跑4、5公里去鍛鍊身體 但跑2個半小時已經極限 以目前的體力來說 未能挑戰全馬 他又感激沿途為他加油的市民 他說下年都會繼續參加 發哥向來喜歡行山跑步 今次半馬賽事 由8點後開始分開跑 跑手沿著觀景山隧道 去到大橋香港段10.5公里的位置 再接返香港口岸做終點 全長是21公里 不少市民見到以全黑招牌打扮的周潤發 都不停和他打卡 而一向親民的他亦來者不拒 就算只是跑步都經常揮手 TVB台慶 30多位歷屆港者齊熱舞 郭柏妍Solo表演空中瑜伽 險走光 郭柏妍在台慶當中以Solo之態表演空中瑜伽 但期間上衣意外移位差點走光 為了慶祝56周年台慶 TVB在電視廣播城舉行萬千聲輝賀台慶 集合超過200位藝人King力獻記 其中一個環節就是30多位歷屆港者 分為三組演出舞動古樂齊飛揚 齊齊聲感露腰再歌再舞 而近年被受力捧的2020年港者貴君郭柏妍 更以Solo之態表演空中瑜伽 但期間上衣意外移位差點走光 率先登場的就是穿著黑色衣的黃家文 陳義德、廖惠儀、黃家衛、何詠卓等十位港者 而穿著銀色衣的就是余思亭、劉溫興、 關鋒興、黃敏馳、郭佩文、姜依寧 和陳曉彤等十位港者斗舞 之後蘇韻之、古佩玲、林玉閣、 盈慧敏、鄧凱文、梁晶星等 以紅色衣服登場表演古舞 而穿著粉紅色瑜伽服的郭佩賢 就吊著威也在半空當中表演空中瑜伽 在半空當中要咬腰、抹鼻非常厲害 不過郭柏妍在表演空中瑜伽期間 意外走光露了空戰 但他很快就意識到了 而且表現淡定 就算只是倒吊 都馬上伸手拉好的空戰 有驚無險 TVB台慶 聖夢兒 15歲趙子樂抽中電動車 郭佩文差贏馬國明 得到42萬 台慶最後的大獎 由聖夢傳奇異學員 趙子樂和落選港者郭佩文得到 為了慶祝56周年台慶 無線電視在電視廣播城舉行 萬千聲輝賀台慶 並集合超過200人 傾力演出獻記 和觀眾寬度這個大日子 在最後的抽獎環節當中 由聖夢傳奇異學員 15歲趙子樂 抽中價值25.9萬的電動車 而郭佩文成功以猜包剪打的方式 贏了馬國明 得到42萬的理財存款 TVB台慶 中年好聲音 再歌再舞 演活大大地 吳偉豪驚喜現身 台慶中年好聲音表演 氣氛很高漲 無線電視舉行台慶 由汪明傳領軍的18位大會司 主持 包括鄧子豐、陳北祥、阮兆祥、陳貝儀、 黎子山、麥美恩、Patrick Sir、 陸浩銘、吳幸美、周易偉、 馮盈瑩、莊子璇、吳少倫、潘靜文、 彭家賢、何佩家和林正鋒 跨越三代合作 由中年好聲音兩季參賽者 演出的大大地好聲音 更將整晚氣氛推至高峰 當中有特別嘉賓尹光客串 唱出連串的懷舊歌 更有吳偉豪和吳大強兩父子 以父子當形式同台演出 還原吳父在當年追尋音樂夢想之路 尹光還非常懂得搞氣氛 一出場就叫吳大強 不要再叫我光仔 那現在已經是光B 又唱出新歌Dear Myself 好跟得上潮流 而吳偉豪、周吉沛、李佳、隆亭等等 都紛紛現場 由百金星降機唱到火熱動感 炒熱現場氣氛 在多位中年好聲音兩季參加者跳唱期間 之曲兒半天調跳舞都成功完成 另外中年好聲音二的多位大熱參加者 好像安瓦希、陳善廷等等 都有很多近鏡和小量獨唱部分 見到TVB就是安排了不少機會給他們 郭富城出戰澳門訪車杯 出彎時失控 甩尾被迫退賽 從片段當中所見 一共賽九個圈的賽事 只剩下四個圈 當時排第16位 突破了之前一日成績的郭富城 和27號戰車準備入彎 本來稍稍佔優的郭富城被對方從後趕上 當27號突然超車時 郭富城的戰車立即失控撞上去 當時對方已經停下未能作賽 但鬥心極強的郭富城 依舊開車繼續 希望完成賽事 無奈最終被迫退賽 就當時鏡頭所見 郭富城顯得很失望 而他的經理人小美 在回覆傳媒時說 郭富城說賽車是一項鍛鍊意志的運動 車手在賽道上有攻守是必然的 車小不免會有些碰撞 今次只是車尾拋到少少 郭富城的人就完全沒事 多謝大家關心 比賽最緊要有體育精神 郭富城說能夠參與今次賽事很開心 得到很多實戰經驗 完全沒有失望 Angela Baby移遭封殺後終於露面 新造型相當潮水 造吐槽說好像老了十歲 Angela Baby捲入風馬獸風波之後 疑似被內地遠封殺 神癮了一段時間的她轉戰海外市場 擔任新加坡版的時尚雜誌封面人物 女星Angela Baby早前因欣賞Blackpink成員Lisa的風馬獸表演 而疑似遭到內地遠封殺 在多個社交平台包括抖音和微博都被禁言 甚至連出演十年的真人騷奔跑白都將她除名 不過她很快瞄準海外市場 近日她擔任新加坡版時尚雜誌封面人物 但新造型被網民說 好像老了十歲 近期新加坡時尚雜誌公開11月的封面人物 竟然是話題人物Angela Baby 但張照片見到她眼窩粒陷 雙俠銷售 拳骨突出 明顯很潮水 而全新照片中 Angela Baby看起來更瘦更扁 小腿幾乎和手臂一樣幼 被網民說面目全非 說她五十歲都有人信 感覺好像老了十年 但依舊也有粉絲力撐 說她很有型 什麼風格都駕馭到 很美 你可以永遠都相信Angela Baby 並且反駁網民說 收拾了你 去買雜誌看看吧 沒買的就別說話了 買雜誌 見 Target T、 超音樂 感谢观看